如果當初開出開發Android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東西他其實也不會考慮到這一點 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是手機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其實是要 要錢的 就是說這樣講好了就是說 你現在 你的電信費打電話要錢 你送一個SMS要錢 你的網路也要錢 那 台灣人開發Android的程式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衝進是 台灣的環境 台灣的電信商都有吃到嗎 那很多人都會去搬吃到飽 那搬吃到飽的狀況以下就是說 我今天可能付了800多塊900多塊 那 我網路是無線上網 可是呢 在國外 不是每個國家都是有這樣的吃到飽的費率 他有可能 比如說我知道是像AT&T 他可能付了錢 可能差不多跟台灣差不多像錢 可是他可能就 只有每個月兩句這樣 兩句告白 兩句告白的並不是不容易超過 其實這可能是很容易超過的 所以 當你 當你 就是說你在 用這些 相關的 比如說關於送簡訊啊 電話啊 或是Network方面的東西 你這樣考慮一點 其實這東西是會 花到User的錢 User其實不是只花你買完天 他有可能 這些可能會花到他的錢 當他 在這方面 花的錢更多的時候 那 他可能就會不會希望 買你的軟體 當然還有一種 花費更高的 就是漫遊 因為 使用者是有可能出國的 那出國 漫遊是要錢的 那如果你的 你的 你的 程式在漫遊底下 也會用到他的錢 那可商的 跟民眾的 再來就是 這個 在Android 比較會碰到 iPhone iPhone 比較少這種事情 就是說 Android 所以有太多的Hawed combination 有不同的Screen Size 比如說 我現在有 可能有2.5吋 2.8吋 3吋 3.2吋 3.7吋 4吋 甚至5吋 甚至配的7吋 這是實體尺寸 那你也有可能 有不同的Resolution 比如說我可能會有 HPGA 就是 一開始最出來最標準的 320層 沒有 那個 HPGA是 480x320 好 480x320 那 也有可能有 QBGA 320x5 240 也有可能有WBGA WBGA 目前比較主流 比如說像N1啊 像Desire 都是 都是800x480 就是比較主流 還有 更上一階 iPhone 那種900多的解析度 再更上一階 就可能是 會碰到 Tablet的1024的解析度 它解析度相當的多 但是 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因為解析度多 你不太可能說 你 你寫一次層次 你就可以所有解析度都能用 那 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要 believe 到哪一些機器 這機器是Square Resolution 那可能還會有一些狀況 就是說 有些機器有GPS 有些機器並沒有 然後 有些機器呢 它可能是 就是 電磅式的螢幕 其實電磅目前是主流 那 電磅式的螢幕就是說 我現在可能可以用手指的皮膚 我去做觸控 那我可以做多點觸控 那 可是呢 還有一些比較低階 比較便宜的機器 它可能用電阻式的螢幕 那電阻式的螢幕 它沒有辦法用皮膚 它一定要用壓力的 那要用壓力的話 它變成 它也沒有多點 然後它可能比較有用點力 所以它很無促的機率是很多 會比較高 然後還有一些 其實Android現在沒有 目前比較少見到 沒有Touch screen 沒有Touch screen 其實現在 可能會認為沒有Touch screen 就不知道什麼要動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但是還是有可能這樣狀況 那 還有剛剛講的 CPU RAID 甚至 甚至你可能考慮不同的 不同的電信系統 可能有 有JSAN 可能有CDMA 甚至你會有LP 這種 不同的環境底下 因為你的程式 裝上去 你是給世界上所有的人去用 那這世界上所有的人 他有可能用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 不同牌子的手機 也不同的 不同的Hawai 比如說 HTC Torrora 這些東西 他們都可能不一樣 好 那 我先 再講一下就是說 就是 一般手機軟體 的一些 我們在設計上的一些 精神 好 那 其實 這個 當我工作 工作以來 就是做手機 手機這次以來 一直在問自己的東西 那今天我把歸納了三個 就是說 什麼樣是一個 好的 Mobile 我這位是講 Mobile 手機軟體 你可能是 什麼樣是一個好的 Mobile 一個 當然是有一個好的使用器介面 然後再來就是 一定要有很好的 因為 其實你用手機的軟體 你 從你自己的使用習慣 你就會知道 當 你在用你的PC的時候 你可以按一個東西 然後你去泡個 泡個咖啡再回來 你可以接受 可是在你的手機呢 其實你不可能會接受這樣的狀況 你不可能說 我今天 在手機上執行一個 一個動作 我把手機放著去泡個咖啡回來 看他做好 那第一次這樣 你可以用了這樣的動作 在手機是不可以的 所以 很容易實在 對手機軟體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就是 你一定要就是 就是 能夠盡量減少你使用的電力 那減少使用的電力呢 不外乎就是說 我 我CPU time用少一點 比如說我GPS用少一點 其實有些 有些不好的習慣就是說 有些現在其實像 那種location-based service 很流行 但是 其實有些location-based service 它的程式顯得很糟糕 就是 它開啟GPS 它就不關了 那 這種東西是很耗電的 通常就是 像GPS這種東西 有用到在開 然後 網路有用到在用 因為網路也是很耗電的 那 其實 有時候常常會 比如說 那種 有些 可能還會用一些 那種keep-of-direct connection keep-of-direct connection 並不是 並不是 一件 不是 always 很好的一件事 keep-of-direct connection 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 當其實手機 你不用的時候 會是進入休眠的狀態 那 進入休眠的狀態的話 其實 其實有一個東西 model那個部分 比較radial radial部分會是活著 但是 你的那個 真正在 跑你程式的GPU 會是 會是進入休眠的 那 keep-of-direct connection 那一陣燈會碰到一種狀況就是說 當它有 當你社會有風暴回來的時候 常常就會把 把 把 你正在休眠的那一刻 其實就叫起來 那你如果沒事一個風暴回來 沒事一個風暴回來 你手機就是沒事就會被叫起來 你這樣叫起來 這一次很好點的 好 其實 其實 就是說 有 其實在手機上面 其實有很多很好點的行為 那 盡量把這些東西撿 你不可能完全不用到 但是 你盡量把這些東西撿好 比如說像不必要的動畫也是 因為你做動畫 你要做運算3D 比如說3D 你如果假設是一個 你今天寫一個 計事 計事的軟體 結果沒事你就要用3D 在那邊撿來撿去 這個都是很好點的 這個其實我覺得都沒有必要 好 就是說 那我們先來談談 談使用者介面 其實使用者介面 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多人談很多 我幫他Google 在Google.io上也講 其實 我在做這種同文件的時候 我也參考一下 Google.io他們講的一些什麼 雖然有些是屁話 老實說 我覺得他們講的有些是屁話 那 我去歸納一點 就是說 因為 Google.io可能 大家聽的比較多的 應該是那一份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UI Design Patent for Android 那一份 那個 那個 那其實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其實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其實 我是 就我個人 在做的方面 雖然我不會直接去規劃 UI 也不會去規劃那個 但是呢 就我自己 做這些東西來 經營來講 我把這些 這些規能 我覺得一個好的使用 我會拿出來的 第一個 當然 漂亮是重點 漂亮是很大的重點 因為 好看的 UI 可以幫你吸引來 User 因為你一看 沒有什麼 就是看起來很樸實 沒有什麼的那種UI 你的User可能 連用都不想用 就算沒有再好的 再好的使用 就是操作性效能 什麼的 User其實是 可能連看都不看一眼 當你吸引不來User User被你 沒辦法被你吸引來的時候 你更不用談 談不上好的UI 所以 其實 一開始 你對UI的 那種 其實也是 其實要注意的 那 第二點 第二個呢 就是說 我們一個好的UI 也必須要具備 底下這四個條件 尤其 我今天是針對 手機的UI 第一個就是說 要合理性 要合理性 今天其實 常常會有人講說 什麼叫做一個好的UI 就是說 常常會有人說 把你拿去給你的阿公 阿嬤 給你的女朋友 給你的兒子玩 他們會玩 就是一個好操作UI 這種說法是很普適的 因為 好可怕 好可怕 我愛給你 那 都